主要介绍的作品是 红外线感应自动收缩后照镜系统 那这个系统是它的灵感来自于 一般在路面上我们会遇到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车辆行驶在窄向之中 那会影响到说我们后照镜的距离 或是说在我们一般行驶在路上 那有行车未注意的角度 那导致说我们后照镜将开始被其他车辆撞坏 或是有其他的损坏 那我们的原理是利用红外线的距离感应 那当我们感应到我们范围内有物品的时候呢 我们的红外线感应器会作动 那产生一个讯号让我们的感应器作动之后 我们的后照镜它会自动收缩 那当异物离开了我们的感应器 后照镜又自动收缩 那这个原理是利用一个红外线感应之后 配上我们的电路板回路 那它平常是处于一个长臂的状态 那当一有车辆或是异物经过时 挡住我们的感应器 那它变成一个长开的回路 那让我们的后照镜收缩 那当车辆一离开时 我们的后照镜它又自动的张开 那我们的作品还有另外设计调整一个距离 那就是说经我们在一个范围之内 我们的作品它才会产生我们的作用 那像我们设定的距离是在30到35公分左右 也就是说一进入到这个距离 我们的后照镜会自动收缩 一离开这个距离它会自动张开 那会有其他的状态 可能就是说我们车辆快速行驶过去时 那它是不会作动的 因为这个对我们后照镜不产生影响 那也会让我们的作动器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当车子快速通过它是不会有所作动的 那一当我们车辆要是对我们的感应器 长时间的可能说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工作范围 那我们后照镜就会自动收缩 预防说有撞击到的可能性 那一当我们车辆离开了这个感应器之后呢 它就自动打开了 那我们在作品上面还有多设一个保护的回路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一项系统平常是设置在我们车辆上面 那车辆使用的电瓶是12伏特的电瓶 那对这个作品来讲是非常稳定的 那我们有加装一个变压器让我们可以 这个成品能在一般室内上面 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反应跟它的作动 那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有发现一些问题 那就是我们使用产品的决定 那我们材料上面呢 在一开始是决定是采用雷射感应 那雷射感应它的效能是非常精准的 那又精准 那但有个问题是说 它消耗的能量非常大 那再加上它的精准度 高乎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才选择使用我们的红外线感应器 那这个感应器它是可以选择长开或是长臂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是选择在长开 那它的可调段数总共有八段 那我们是选定在第四段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刚好是在35公分左右 那我们作品介绍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